聽說你們家客家菜也很不一樣 對 怎麼不一樣 我都是幾乎都是用我們 客家嚴肅的東西 放到菜裡面 還有一些幾道菜是我的創意菜 好 我第一個想問的是這個 因為通常我們到客家莊 都吃白斬雞 可是這個我比較少看 這是什麼啊 紫蘇雞 紫蘇雞 紫蘇也是客家人常用的菜 對… 可是它是比較算鹹口味的 可是它的紫蘇又加了一點 香草的元素進去 所以整個感覺是很淡雅的一道菜 這個是破布子嗎 對 這個是素子 素子 可是一般我看來都是拿來蒸魚 這個是什麼肉 這是松阪肉 松阪豬池簡單料理就很好吃 但是沒想到它跟破布子的 那個肝會這麼搭耶 而且松阪豬的肉池就是 咬下去的那個脆度 就是讓人覺得很滿意 它有一點很變化 但是又可以吃到客家的精神 對… 知道檸檬粉腸是店裡的創意料理 先將粉腸切小段 放入熱鍋小火爆乾收汁 再加入檸檬香橙和薑絲一起爆香 起鍋後淋上檸檬汁 帶有水果清香的粉腸大功告成 很有趣 因為它看起來的顏色 會讓你覺得好像是重頭味的 對 但是它其實是用水果入菜的 你可以吃到那個檸檬的酸 還有那個橘子的甜 而且好玩的是 因為有帶一點檸檬皮進去 所以它有一點苦味在裡面 再搭配粉腸的咬勁 整個口感是很豐富 很清爽的一道菜 對… 然後我看到一道很特別的 特家料理比較少出現魚吧 對 這是我的功夫菜喔 你的功夫菜喔 怎麼說 燜八個小時 最重要的是燜的那一個過程 這真是太神奇了 你看到整條魚都是好的對不對 可是它的肉還有骨頭 都燉到化掉了 你舌尖可以稍微感覺到 有那個骨頭的口感 可是馬上它就化掉了 而且整個味道都非常的入味 對… 然後這一道 整桌菜最搶封頭就是它的味道 五味雜陳又有醋味 然後又有好像臭豆腐的味道 對 這是什麼菜 六臭豆腐 六臭豆腐 對 這是我開店就有的評價菜 所以就是等於說每桌必點這樣子 對 我覺得它的味道很精采 因為它外面是醋的酸氣 可是你咬下去就是臭豆腐的口感 還有說是臭味嗎 臭豆腐的香味 你咬下去的時候 它的醋會跟臭豆腐的香味 合在一起 有一種在嘴巴裡面 爆炸的驚喜感耶 很特別吧 很特別的味道 不會吧